蔡英文勝選 馬總統致電恭賀 希望任命一位獲得 多數立委支持的人出任隔魁 讓政府順利運作 馬總統邀請蔡英文 到總統府商議 馬英九也致電朱立倫慰問 強調國民黨最艱難的時刻 大家共同承擔 繼續奮鬥 投票的前夕 國民黨聲勢跌到谷底 馬英九選前之夜 為朱立倫催票 檢討自己執政八年的確有疏失 馬英九強調 他堅持兩岸和平開放的方向 沒有錯 而正因為如此 他在選前兩個月 完成了和習近平的會面 不過這一場轟動 國際的兩岸領導人破冰 並沒有為國民黨挽回頹勢 馬英九最後的拉票策略 只能強調朱立倫會做得比他好 如果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他也一定會寄取教訓 做得比我還更好 馬英九在臉書發布的 催票影片 懇求選民以大局為重 無奈民意如流水 如今這些話聽起來 猶如告別演說 八年來 我感謝各位給我兩次的支持 讓我做了八年的總統 這是我一生一輩子最大的榮譽 只是這最大的榮譽 並不風光 這位八年總統 帶著國民黨走到 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敗 記者綜合報導